它得是我的 我可以不玩 但是这辈子它得是我的 有这种执念 有多少人是因为PS5的游戏贵 而不买PS5 有多少人是因为没有钱收入低 就不买PS5之类的游戏机 不玩游戏 我估计有很多喜欢PS5的同学 不以为然 那么请说出一个 你在没有钱的情况下 仍然在买游戏机的一个例子 欢迎写到评论区 我先来一个 2001年 那时候我刚毕业 刚有了第一份工作 一个月1500块钱 租的房子一个月1100块钱 剩400块钱吃喝 但经过不断的努力 过了两年 工资终于涨到了2000块钱一个月 我从北京 新亚 我就直接说名字了 现在好像都没了 在人大那边 花2400块钱 买了一个PS2 可能是一种爱好 这可是自己挣的钱 也得经过女朋友的同意才可以 那个时候女朋友还是很支持我的 后来呢 转正变成我孩子他妈妈了 前天吧 发了一个视频 是关于游戏机全机种制霸的那个视频 现在有7万多人看 我翻了一下评论区 很多人都在说 因为PS5的游戏贵 所以说不买PS5 我也回复了几个 你可以买盘 然后再卖掉 也有一些同学在他们底下回 PS5盘 然后可以卖掉 我看他在几乎在 每个这种说PS5游戏贵的视频下面 都在回复 也挺辛苦的 这位同学 然后后面我看见更多的人问 他就不再回了 可能也回烦了 我不知道说PS5游戏贵的同学是 怎么想的 是真不懂吗 还是说真不喜欢 但是不喜欢PS5同学 估计不会看我的好 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吗 PS5游戏不贵 我就当你们不知道 更多的人不知道 我重复一下 PS5以战神5为例 去年11月初发布的 那时候是500多人民币 你可以在去年11月中旬 中下旬首发买 大概是500出头 到现在是2023年的3月份 这四个多月过去了 现在在咸鱼 仍然能卖400块钱好处 玩一款首发的新游戏 这种3A大作 玩了四个月 花了100块钱 或者100多块钱 再算上点快递费 你都觉得贵 那我就没法说了 因为现在很多书 工具书都是100多块钱的 现在随便吃顿饭 算了 这都不说了 新用户不知道该玩什么 可以充会员 500块钱一年的港服三档会员 能玩很多很多游戏 但是这些游戏都不是你的 你只能玩一年 这500块钱 能够让你在这一年内玩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游戏 游玩观念的问题 有很多人可能觉得 特别是老玩家 他觉得这游戏 它得是我的 我可以不玩 但是这辈子它得是我的 有这种执念 那不行 那你只能买 那我又要首发买 又要是我的 又要便宜 No way 不可能 时代变了 那个时候 我刚才说过了 5块钱一张DVD 那个是盗版 那个时候也没正版 PSR的那个年代 很少 时代过去了 玩法也变了 索尼它都在变 所以说我们玩家也跟着变 还有人说 游戏机很便宜 2万块钱3万块钱就够了 关键是怕吃灰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在说 PS5没有几个游戏 当然我知道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说的是 专门为PS5打造的游戏 没几个 就是说你在PC 在Xbox上 Switch上是玩不到的 这种单独的专享的 独占游戏 没几个 确实是 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少 估计也是老玩家 因为现在时代变了 玩法都变了 咱们玩家也要跟着变 有一部分老玩家 还是停留在沙滩上 还有一部分老玩家 省时夺势 跟着时代的脉搏在前进 那个时候你能花500块钱 玩这么多的游戏吗 PS3那个年代 你能玩到4K吗 对不对 你能玩到VR吗 我觉得单独做个视频 说一下吧 分享一下 有感而发 再见